接下來要講為什麼要賣這台車 藉著小師哥的這個頻道 跟大家宣告一下 我要暫時 高三峰現在他暫時要退出演藝圈 大美女徐海莉 出門在外只有聖化司 各位觀眾朋友們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你要賣多少又來啦 今天來到現場是什麼車呢 是不是被我擋起來了 今天來到現場是這個 雷克薩斯 拍過了 上次灰色的 上次就是 對不對 對吧灰色的 對 同一款 怎樣 零總戰生人業總會 我們來到現場的是2017年的 IS300 跨虎200T 他一律叫300 其實是2.0T的 這個2017年的但是 但是but 他是2018年式的 年底出廠的 為什麼我知道它是2018年式的 阿賴你知道嗎 怎麼看 旁邊有一個名牌 Blake 什麼 怎麼念 Platinum 好啦 反正就是什麼 柏黑特飾版 全球限量350台 我覺得這有什麼好限量 就有一些套件不太一樣 這只有18年式的有 黑色的鋼琴烤漆的 仿錘車頭 奇怪我記得 當初應該是黑色五爪的 鋼琴黑色烤漆的 呂軒 可是他是槍色的 怪怪 我記得那時候是黑色亮面 我也不記得 他有這個粉紅色卡鉗 好不管 反正他旁邊有這個名牌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改的 可是呢 我又本來覺得他是自己改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可能改 你知道哪裡 內裝 內裝那時候 那柏黑特飾版就是這種雙色 邊緣是紅的 中間是黑的 還有什麼亮銀色的這個 造型有點不一樣 而且還有這個 黑色鋼琴烤漆後套鏡 對還有一個升級 鋁軒升級是18吋的 原本是17的 只有特飾版是18吋 而且怎樣 加量不加價 多了兩片價格不變 當時這一個整批下來 我記得 他還是用豪華版的價錢 169萬 等於升級了一些小套件 350台限量 他好像是慶祝 當初是慶祝LASUS在台20週年 所以算算他現在26週年 LASUS在台那時候20週年 2018年20週年 所以他1998年進來 1998年 是喔 2018年的時候20週年 所以他1998進台灣了 有那麼晚喔 LASUS 跟我一樣 那首先呢 我覺得這台車第一眼給我看起來 照顧的還不錯 雖然他一看就知道沒有洗過 但這個白色的珍珠漆 看起來相當的堅挺 彷彿呢 還是原廠期的感覺 所以我先看一下他的里程數 我覺得這里程數應該高不到哪裡去 來 八萬八千公里 那跑八萬八 2018年開始開 差不多不到一萬五 算是合理使用 但是以進口車來講 就稍微多了一點 以國產車來講 一萬五以內合理 但以進口車我們就會覺得 偏多一點點對不對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板件 等一下等一下 我外觀先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擦傷 白色的車應該外觀尋一下蠻快的 欸這邊 稍微滷到 不過這個蠟推推就推掉了 應該可以吧 重程度 阿呆呆蠟都可以打了 只會要打眼睛吧 打眼睛上 甚至用喝的 蠟要拿用喝的 哈哈哈哈哈哈 後保桿這邊也一點點 整體還不錯耶 都是很小的地方啦 後輪湖這邊 這很小 超細的啦 有沒有 非常細 然後它這個 有點 這個膜有點發黃 看開門小不小心好了 這個開門就有點不小心 有沒有 停它隔壁的車就 小倒霉一點 好 看板件 外表整體還不錯啦 不錯耶 Turbo耶 它怎麼沒標籤 它標籤耶 還是它標籤貼下面 當時沒有貼標籤嗎 我怎麼沒有看到它的車身標籤 可是螺絲沒拆阿 你看啊 而且它連黑黑的那個都還在有沒有 黑黑的那個叫什麼 灰塵 那一看就是它沒拆吧 連髒都髒得很自然 對不對 對啊 這台全部都沒標籤耶 這怎樣 趕著膠車沒有跌喔 這台全車沒標籤耶 很屌 這怎麼是軟膠 這膠軟軟的 我壓一下 都是軟的 它這全車的膠都有點軟 當初這一批 哇 看到沒有 這個導演椅 這籃球 有 Good阿 Good Good阿 欸行軍產 身為一個戶外活動的愛好者 車上有隻產子也是合情合理的 警察抓了也奈何不了你 總比放球棒 欸球棒每個人都說我是棒球隊不可能嘛 你拿短短的那種球棒 你要想說警察一看就知道你騙笑耶 對啊 這很合理吧 這好像比球棒合理多了 蛤 要不然你可以拿一個那個啊 人家在炒炒飯的那種大的那種 炒飯黑那個大的那種條根也可以啊 那個拿來打下來是蠻猛的 啊我廚師啊 我在炒塊頭的啊 好像有養小狗喔 這是不是狗毛 還QQ的呢 這個是捲的有沒有看到 我很捲耶 玉米虛耶 好螺絲都沒轉 OK 沒問題 來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引擎看起來不太有問題 我跟你講Lazos的引擎不太用擔心 基本上等一下查一下嘛 我們現在來哭車 我們都請車主出示證明嘛 第一個是不是一手車 有沒有原廠保養 然後化壓嘛 如果里程不準 賠300萬 比如說然後加蓋手印 萬一回來發現調表告訴他嘛 對現在都這樣處理就好了嘛 跟我們買車的也不小心買到 我們就跟他一點一半這樣 比如說嘛 啊最壞的狀況我們全部捐出來 也有工藝團體會受惠嘛 欸不錯吧 對 比賣車還好賺 好看一下內裝 這個一看就知道這個身材還不錯 車主還有副駕駛 它這個皮算是很軟的皮 你看很頂對不對 嗯 也沒有什麼皺褶耶 跑八萬多 你真的可以特寫拍 我真的覺得它這個皮真的是 你看它腳都已經磨到這樣了 它的腳踏墊 Lasers的那個罩門啊 就是方向盤 Lasers方向盤很容易被你磨到光滑 很奇怪 有沒有亮亮的 我覺得這個不是車主的問題啦 是材質的問題 材質的問題 Lasers的方盤特別容易光滑 我預估啊 但凡你只要比較 手比較粗或比較容易流的話 你大概 五萬公里六萬公里 大概就這樣 Lasers很快 不知道為什麼 我估很多都這樣 好先發動一下 欸還在聽CD欸 現在什麼時代啊 還有人聽CD 你看 這什麼 Daddy side 欸 這小朋友的欸 這應該小朋友聽的啦 然後這裡是 我看 喔 開副的都聽小朋友的吧 嗯 等一下 Zoo Last Dance 喔 有啦 人家還是 欸 現在還有人在買CD欸 喔 這玻璃佳音欸 玻璃佳音太久了 以前那個靈牆你知道嗎 就是玻璃佳音欸 黑連白啊你知道嗎 喔 然後它這個是法斯文的 排檔頭我看一下 排檔頭跟方向盤一樣齁 你看 它才排八萬而已 其實排檔頭就 你看有一點磨損了有沒有 所以你看它這個材質都是一樣的 你看差不多八萬多公里就變這樣 欸 都眼鏡欸 車上全眼鏡欸 真的是有多愛戴眼鏡 也一個眼鏡 這邊也一個眼鏡 還有 這裡面還有 三個 這邊還有咧 什麼三個 這裡還有 四個 是有多愛戴眼鏡 欸 還有Q簽欸 勸君謀事在秋冬 未可留心春夏中 若要執行無好步 何如且等 莫沖沖 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最好秋冬的時候做 要換工作 要做一件大事業的時候 你可以在春夏的時候計畫 你如果太急的話 不會有好下場 何如且等 莫沖沖 啊更簡單了吧 你就等 不要急 莫沖沖 不要急的時候 Just wait 做事不要急啊 秋冬再做決定啊 欸不行我這樣講他會說 那我秋冬再來賣車 哈哈哈哈 要做決定 我本來想換車 那我秋冬再來賣好了 已經秋了啊 已經秋了 它那個應該是 立秋了 對 立秋了 已經立秋了 為什麼還在下雨 還在那裡 好濕欸 每天落後 生日要怎麼做啦 看一下每天都幫他下雨打雷 哪都沒人 對啊 害我現在講話都特別小心 不能說謊話 怕被批到 對啊 我們講話 好險我們都習慣講實話 都沒有講謊話 怕怕被雷批死 只要我們下雨天拍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收看 哈哈 尤其是我們那個道歉影片 有沒有 都是下雨天拍的 絕對沒有問題 好不好 好 沒有天窗了喔 豪華版的 好不好 目前看起來 內裝我覺得挺不錯的 欸 我跟你講 不過這個車主有一個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好習慣啊 坦白說我是沒有這個習慣的 就是它停車冷氣會關掉 害我媽的我現在才發現我滿身大汗 你下車會關冷氣嗎 我下車會關冷氣嗎 來來來來看小市長知識來了 以前喔 的確是會有這種說法 比較老的車子啊 就是說在你在這個下車前啊 先把AC按掉開送風 讓室內的部分冷煤管啊 先吹 讓這個冷氣都冷煤都凝結完以後 回流到管路之後 你再關掉下車 有一種說法是你下次一發動的時候呢 這個車子啊吃重電 重負載 為什麼 因為你一轉可能壓縮機就吃重電嘛 對不對 以前老車是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現在新的車都有保護機制 現在其實新的車不用了 其實你在發動的時候呢 其他不必要的東西是 它跳脫的狀態 現在新的車就算你冷氣下車的時候沒關 你發動以後你會發現冷氣要隔個幾秒 它才會自動吹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比較老的車 你只要一過電風都開始吹了 但是現在比較新科技的車 你一過電的時候風不會馬上出來 你要發動過個兩三秒 風吹以後過個幾秒鐘 冷煤才會開始流動 壓縮機才會開始啟動 就是冷的比較慢 你下次可以注意一下 現在比較新的車都有保護 所以呢其實不太需要關冷氣 懂意思嗎 它會保護 好接下來我們就看後座 知道我們有看到有爹 爹爹賽跟媽咪賽了嘛 代表有小朋友了 所以後座要認真看來 不過啊沒有那個嬰兒座椅的痕跡耶 可見這個小朋友有點黏近 這台車應該是買的時候 小朋友已經不用做座椅 有沒有像福爾摩斯 不是福爾摩沙 我剛才講福爾摩沙 那差不多啦 這個車基本上呢沒有碰撞 外表也顧得還不錯 里程數八萬多 其實就稍微斜壓給一下方向盤 跟這個排行頭 好然後回來基建再做個檢查 基本上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關心一下車主 為什麼要賣車 那在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不要回來 馬上走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全球領先的鋁美 合金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好啦 我剛剛有去詢問車主啊 他為什麼要賣車 我覺得有一點小小的複雜 好不好 我就乾脆請車主 請車主進來說明嘛 不要說我們節目都說的 雖然我們節目有景語 節目效果 但是我們偶爾 還是要讓觀眾朋友看一下車主 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來來來來 我們歡迎一下這個 IS300的車主進來一下 欸大家好 欸 蠻眼熟的是不是 欸 高山青嘛 喂 Mountain哥 高山峰 對高山峰是本名啊 不是異名 不是異名 對但是真的很多就是 長我一輩的人啊 就是見面都會叫高山青這樣子 欸所以不是我亂CUE的 真的有高山青 不是啦高山峰這個名字 你只能連高山青 還能連到什麼地方去 高山狗嗎 這個是Mountain哥的這個愛車 其實前一陣子大概三兩個月三個月前才上過黃金線 我買車買六年了 一直要換代 他們才幫我請去上節目 但是我今天要賣車 但是我也已經十多年沒有進行過所謂的中古車買賣了 我們不是朋友介紹的喔 我覺得很神奇喔 因為我很久以前就聽過小詩歌的名號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幾個幕後的朋友 幕後工作者 有些是剪接師 有些是導演 有些是經紀人 他們很愛車 不管是改車啊或什麼的 他們就是對車子有莫名的熱愛 我不是這種人啦 因為我一向奉行就是 原廠買車 原廠保養 絕對不卡保養環節中的任何一個費用 你連雨刷金都不打叉叉 他今天要給我弄什麼 我都OKOK 所以我冰淇淋吃 這樣子 對 畫叉叉就沒有冰淇淋喔 話說從頭 為什麼我知道小詩歌的名字 我雖然不懂車 但我很喜歡欣賞車子的美 我看很多圈內的前輩 他們很喜歡開著自己情有獨鍾的車子 譬如說Sup900厂頭 然後加寡 那種扁扁的 就是他們絕對不會把屌車 或者是什麼的這些事情 考慮在內 他們會把他哭往裡面吞 你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啊 他們的勘詹有沒有 刁掐了劇組會等他 執行製作的時候 良安心慢慢來 慢慢來 安全第一 還是我派人去接你 你在哪裡 所以我們卡數還沒到的 卡數還沒到 主要還是以日系車為主 對 務求準時到達現場這樣子 好 那個時候他們就說 你如果喜歡這個老車 我推薦你看一個頻道 我說什麼頻道 然後小師汽車頻道 我說啊 但是呢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這些稱讚你的人 是出自於幕後 其實幕後工作人員都很機車 很機歪 為什麼呢 所以你要這樣講 我現在在阿呆面前這樣講 他看了很多名人 偶像 他一定會知道說 這些人呢 跟螢幕上的形象 人設有落差 他就會有一個 我誰都不屌 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是好貨 這些人都是假的 在螢幕面前都是宣的 啊 對不對 演的 根本不值得我們崇拜喜歡 但是 這些人竟然不約而同 都跟我說 他們很喜歡小師哥 有生之年 一定要跟他來一次交易 所以我就 因為他們對小師的喜歡 然後對小師有一個印象 不過這也大概是七八年前 七八年了 對 我跟你講喔 想清楚喔 我拍YouTube才五年而已喔 那時間上我記錯 那就不是七八年前 那真的 抱歉 人到了一個年紀 時間會過比較快 好不好 我們要聊車 我跟你講 今天這一台啊 你這個是2017年的 IS300 它其實是200T嘛 對不對 它那時候改名 統一叫IS300 對 然後你說當時就是買新車到現在 對對對 那時候啊 你前一台車是什麼車 德系車日系車德系車日系車的去交換 對大概開過哪些車 來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印象想起來的 第一台應該是SUB900 哇你也開過SUB900 對對對 因為我家有三台 我開最爛的那一台 然後第二 爛的是900喔 第二台是福特 以前有一台 它應該是進口車 標上Gear名號的Sierra 那個時代還有天窗 哇那個已經很頂的 Sierra你還記得不錯 還有那個喜美的K8 K8 K8年來過 對然後還有Polo 三代的Jimmy CLK 敞篷 CLK敞篷的 再來就是我結婚了 我就開始買那個 Toyota RAV4第三代 再接下來就是這台車 喔所以是這台車 當初是接著RAV4的下一台 對對對 那蠻奇怪的啊 你當時要換這台車的時候 應該已經有兩個小朋友了 我太太懷孕的那個當下我發現 就算是四座的敞篷車都沒有辦法放進小小的嬰兒器座 我必須把椅背推到最前面 變這樣再開敞篷車 我覺得這樣好遜 喔所以你才換RAV4 我就換RAV4了 RAV4開一開呢我覺得 欸孩子稍微長大了 我兒子六歲了 他就不用坐安全座椅了 出門就不用再推推車了 就想說RAV4其實有一個問題 第三代的時候 對 在高速公路上 他沒有辦法開在超車道上面 喔就是要超車有時候會比較累 已經不能用累來形容了 就是你明明想超大的車 你覺得前面那個人就是龜車 啊我知道 結果我也是開著龜車 是不是跟你活到這個年紀一樣 那個叫做 親友餘餓力不足 年長過的客人 老的帝到客人 欸又是老梗 你知道老婆啊如果想要幹嘛 提前三天預約 今早好不好 對他一預約結束 我就開始做熱身了 對對對 然後他開始養生嘛 早點睡覺啊 吃狗傾 沒有啦 所以他就很符合我的需求 那小朋友坐在後面呢 就覺得說 欸也OK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夠大了 對 已經14050公分了 所以呢我在前面開 可以開得很開心這樣子 那你開這台車以來啊 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就是說 你有沒有除了保養以外 有什麼維修的花費啊 或者是這台車 有沒有給你造成什麼樣的困擾過 其實沒有欸 因為以我自己用車的經驗啊 會給我出一些奇奇怪怪問題的 真的都是歐洲車 保養費用 保養費用我覺得還好欸 每一次進去應該都萬把塊有沒有 因為我不三單啊 所以都應該都是萬把塊喔 大保養一定會破萬啦 小保養大概7000 8000這樣子 那也是蠻貴的 貴嗎 不便宜啊 其實進口車差不多都是這樣 我只要是跟車廠買車 我就是一路都會回車原廠保養 我也不會因為過了保固 然後跑到外廠去 所以你這個車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原廠 都還在原廠 我剛剛有交給阿翰 就是今年保養4月份的時候保養的 哇才保養過啊 對對對 重點來了 來來來來 我看這個車上啊 放最多的東西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眼鏡 為什麼你車上會有這麼多眼鏡 我是眼鏡控 然後我有太陽眼鏡的贊助商 喔難怪喔 我剛剛一看 哇裡面三四副眼鏡是什麼 這算少的 喔算少 因為為了賣車 我已經稍微收拾一點了 有收拾一下 而且啊後車廂還有一支行軍蟬 不是行軍閃喔 行軍蟬 那是他幹什麼 你知道要埋屍體 網購後遺陣 你就哇這個行軍蟬 去露營的時候也很棒 然後遇到壞人 我也不用假裝自己會打棒球 啊 你自己是不是有YT頻道 有有有有 真的嗎 YT頻道這個秀一下吧 現在多少訂閱 好的 我的YT頻道叫做 三豐來了 目前訂閱人數呢 我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非常簡單 1310 後面沒有別的數字了 沒有 對 這次我想 這次考驗小獅頻道的導流能力 好不好 OK 那我來個期望值 好期望值 我希望它增長到1314 13140不好嗎 13多四個 這個車子其實回來 我看你都照顧得還不錯 應該都是停在車庫裡面 都是車庫車 然後我不曉得 因為我六年開了八萬多公里 然後我一問小獅 其實小獅才跟我說 你這個里程並不算多 不多啦 但我要跟小獅還有大家說 其實呢 今天我會要把車賣掉 其實是一個還蠻突然的決定 不是深思捨立 接下來要講為什麼要賣這台車 藉著小獅哥的這個頻道 跟大家宣告一下 我要暫時 怎樣怎樣 你要暫時怎樣 退出演藝圈 破口來了 這個放前面當破口 高山峰現在他暫時要退出演藝圈 你乾脆說我生命只剩下三個月 賣一賣好了 我要暫時跟台灣的這個 真的電視機前面的大家 暫時道別 對 暫時要退出台灣的演藝圈了 破口來了 不是這樣嗎 主要是我要把兩個小朋友 送到泰國去念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 為什麼是泰國 很多人都是加拿大 紐西蘭 澳洲 美國 有的沒有的你怎麼去泰國 簡單一句話 貴啊 而且還有一個原因是 泰國比較近 小朋友如果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問題 三個多小時就到了 盡量讓他們在那邊完成 國中跟高中的學業 這個舉家遷移喔 對對對 那我不是把他們兩個孩子丟過去 而是 人也要到 我跟我太太我們也會定居在曼谷 然後呢陪他們念書 先講這不是業配喔 等一下想說我們在業配國際學校 沒有沒有收到錢 好不好 傻瓜 聊半天 我們都在講泰國上寫的事情 我們車子還是要看一下 你對車的要求 除了你剛剛講超車啦 空間以外 你覺得啊 站在你自己的立場 不要說家庭 我買車一定要注重的點是什麼 我覺得它必須有一點點個性 那這個個性可能是在外觀上 可能是在它某些的性能上 然後或者是它有一些地方與眾不同 跟我一樣 我跟你講天秤座 等一下你是天秤座 你別說了 我有去Google 我不是只有Google高山城而已 我沒有Google Google不到我 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要嘛就牡羊 要嘛就獅子 要嘛就射手 不好意思 但是在這 它雖然是一個日系車 雖然街上很常看到 所以我在輪框跟那個卡鉗上面呢 有稍微一點點 阿呆我有發現我剛剛說你這個輪框不是應該是亮黑的嗎 對對對 它自己去噴成槍色 我女兒那個時候才一歲兩歲 她那個時候最喜歡粉紅色 我就把卡鉗 考成粉紅色 一歲兩歲 她最好就認得卡鉗是粉紅色 她一歲兩歲 她就會 我給你選你要哪一隻手錶 她就會去選粉紅色 我給你選你要什麼圍兜兜 她就會去選粉紅色 她粉紅色不會講 但是她已經會去認識 她會教那個顏色 女孩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剛剛看有沒有 我還是有點專業度的吧 我就說Lacus 這麼保守的一間公司 怎麼可能去做粉紅色的卡鉗 好 那最重要的重點來了 來 聽說你這個對老婆很好 你結婚了之後 對不對 都是家庭導向嘛 對不對 那你賣這一台車啊 這個價錢需不需要經過老婆大人的同意 其實不用 因為女生 我覺得她第一個 她對車沒有那麼的 她不曉得 這樣是算好價格 還是不好的價格什麼這些 她都不會去過問 對 那你去酒店需要經過老婆大人嗎 我會跟她說 我會跟她說 小師失戀了 我要去陪一下她 你確定這樣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都用這一招 那巴塞隆納跟隆亨哪一間好 我個人是 為什麼 我只是賣個車 我還得告訴你我喜歡三號這樣子 那這個賣車的車價 不用經過老婆同意 不用 那也就是說這個我們私底下七七八八 喬一下就可以了 對對對 對不對沒有問題 好那待會我們就下去 我們弄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價格 那這個今天呢也非常開心 我們貓騰哥來到小師汽車頻道的節目當中 這個我們頻道的觀眾朋友有興趣 把這個貓騰哥的頻道IG追起來 現在那些觀眾朋友 叫他購一個訂閱 好像要他的名字 你知道嗎 好像購一個訂閱 要叫他3萬5萬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似乎好像是皇上恩寵 你知道嗎 好啦還是感恩大家 好啦謝謝皇上恩寵 你看 爛東西 立刻就俯首稱臣 完全沒有按 訂閱起來啦 下次見啦 下次見啦 拜拜 老梗連發 老梗連發 因為你是個愛老梗的人 那我們就今天在節目裡面 跟你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假的 真的 好我先來一個簡單的 女人生孩子 猜一句成語 咦我還聽過耶 我還以為他烤我一些蛋糕唇膏的那些 那種問題 我剛才知道阿婆生的小孩很拼 四字成語 欸 女人生孩子 是什麼 斜口噴人 阿對啦 斜口噴人 對啦 好再來一個 我真的聽過啦 五百個女人同思裸奔 拆一個運動 最近奧運的 拆一個運動 阿呆你猜得出來嗎 請問攝影師 我正在想 你也正在想 我怎麼 他問的問題都是 感覺我猜得出來 可是就是 你快要摸到了 但是你不曉得摸不摸得到 對 太久了啦 我很認真啦 我是真的很認真 要聽解答了嗎 我不想 我真的不想聽解答 我只想要講出來 錄不完 我亞洲都已經腿有點麻了 我坐下來 我覺得五百個女人一定是嗎 一百個什麼東西 五百個女人怎麼會是一百個東西 千 千 千球 千球 五百乘以二有千顆球啦 最後一題 好 老爺爺騎車載孫女 猜一句四個字成語 老爺爺騎車 騎摩托車載孫女 騎摩托車載孫女 阿呆的表情是猜到了嗎 你知道喔 我知道 來 給你講 來來來 什麼 你第一代後 你怎麼知道 這那麼老哏 你那麼年輕耶 所以你這不算老哏啊 歡迎來到小詩西餐廳 謝謝大家收看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lbic 全球領先的鋁美合金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